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Wittar 又關我事 一周年的時候都很成功 你不在 所以我不在 美中不足 我不在就成功 我們這一集都不差 因為Walky也不在 我們每次都不齊人 Walky今天為何不來 他說他昨天去港大 搞得心心俱疲 港大是甚麼事件 集會 百日百悼念 那類 即是有默哀 但徐立芝沒有分析默哀 好像說是批鬥 Walky說 Walky說批鬥 他批鬥 港大搞批鬥會 即是我看新聞 大家也看 你知不知是批鬥會 不知道我沒有 我又覺得 又不是很批鬥 聽到眼淚淚 好像那位港大的內地生 即是那位女生說 我來了二十早二十幾年 第一次可以說四個字 就平反六四 在Facebook 黃之鋒 黃之鋒 都說聽到眼淚淚 即是在場有些人 眼泛淚光 即是不包括徐立芝粉 是 我覺得不是很批鬥 可能Walky 份人就很批鬥 即是去到這麼刺激的場合 一定身心俱疲 就學日文 去休息 去休息 可能封咪 可能他就是要 我們沒有Walky 我們這集有兩位嘉賓 都是金融界的巨子 是巨子 一位財子 我右手邊的那位 朱浩廷先生 大家好 為何說他才智呢 嘩 嫌得行商務大眾三聯 暢銷書 中華書局 我不知道 我沒有去看 中華書局 應該會有 中華書局 應該會有 但現在店裡有更識 香港有很多出版社 中小記方面 有幾間特別號 即是有尚書局 有勤家園 有學習文化檔 有QBag 有王冠 有茶杯 有很多 也有謹然是我 無敵傳統的自文化檔 亦都有很多 即是怎麼說 八十或七十校 很多才晉進入了 環節 包括二十一輝 是嗎 入市場 這本呢 就是我身邊的 朱浩廷先生 主編 是 叫做通識字典 金融編 你和文昌有份寫的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聽聽 可能裏面有十隻字 我 然後有 一千隻字 就是他 其實也是 朱浩廷 石浩之 借這個機會 感謝兩位大哥 光老秀 這本書得以誠書 大家都出到分離 是 即是有一分離 如果大家怕到書局 和中學生 想學通識 或者入大學 博亞教育 想認識多些金融經濟的 名詞 入面教你 對中基金是什麼 投資炒股票 都要看一看這本書 分析儲商是什麼 價值投資法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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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書籍 測驗時間 那肯定你這段 古事和波動 你都肯定混不少 這本通識註點金融編 大家一定要買 好 不菲特就不在 不菲昌又來了 許文昌先生 就是大家 第四主持 不菲昌是我們的 哪個第三 樂器才是第四 就是你後面變成正選 現在 後面一定是第三 就是樂器被你扁了後面 現在就 很可憐 一吊吊的名字 可能後面無法看出來 你把柚企的名字 把柚企的名字 調走他 他現在還悲憤中 身心俱憤 我請了金融才子來 那我有點問題考考 這陣子股市這麼厲害 又升又跌 跌到我媽媽都不可以 早上下午下跌 即是我的中國人壽 你呀 我又買到中國人壽 暢探業績不好 是否有刑警 有大跌 十幾個百分 匯豐那些 有好消息又是跌 為何會這樣 這陣子股市發生甚麼問題 是否有些人說 想專門做倒的股市 就做QE3 是否有這個陰謀 昨晚有 有沒有出QE3 其實你又怎樣看 其實我覺得 做倒的股市 做QE3 我覺得未必是 主要來說 我都是在投資者缺乏信心 始終市皮若 你看到一筆 我差點說錯話 你看到另一筆 副總理 差點說了其他話 他來到我送大禮 但香港市都不是說 刺激都很厲害 那我主要來說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大手成交 你會見到有很多大戶 可能某些股票 可能他三個一三個二 大手買入幾百萬股 然後可能過幾個價位 可能是三個二號四三個二號五 大手買出 其實主要那麼波幅 我想幾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那些大戶 它主要是透過這些上落價格 在牟利 第二件事就是衍生工具 主要來說 在這個時間 它刺激到大市 因為很多人沽貨 很多人買貨 但是主要來說 基調是因為投資 缺乏信心 所以令到市 我都是疲弱的 主要有QE3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早在八月初 我去一個活動的時候 有些人問我QE3 我覺得成事的可能 就相對小的 小到怎樣 不是馬牛炮 小到怎樣 我想百人黑會想的 但問題是小到怎樣 我想六七成的機會是不成事 因為其實一個量化寬鬆 最重要的是 你要在貨幣相對 那個通脹程度比較低 才會湊效 現在來到 跟QE2那個時間不同的地方 QE2其實那時候 那個通脹的基調 如果我們用Tips 即美國其中一種 唐漢通脹債券 跟那個十年期的 Toucher Bond 那個EU來比 其實 那時候是說 一點幾% 很疲弱 即是上年的事 但今年現在其實是說 二點幾% 即很多人呈現都預期 美國本土 美國本土 是會有通脹 通脹是說 平均每年 2%至2.2% 這段期間 如果在一個通脹 有預期通脹的情況下 你去推出一些 這些印銀子的政策 基本上作用是不大的 但當然 我想現在手上 可以做的事情 都不多了 但印銀子可能 他仍然不大 雖然說 白蘭克 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 都不會做 因為他知道 就算做了效用都不大 不如拖到 即是 無可再拖的時候 才會推出 但白蘭克 他就說 如果就算是QQ 都好 都還有其他的貨幣政策 即是 例如還有哪些 他的息都已經說了 連續兩年是維持零息 其實 還有什麼手段 其實零息是 他在說 他現在調低聯邦儲備的拆息 但另外其實 由美國聯署公 借給商業銀行的利率 我想還有少許下調空間 但相對來說 都不是很高 所以說 他說的一些貨幣政策 如果以純粹一個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 即是透過一個匯率上的調整 我就真的見不到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出來 反而要做 就是 我想真的要用回 Kinston那些學生事學派的圖 你要政府支出 但問題是 他們現在政府 我看他們在做 好像說 它會滅赤 是一個大於 搞定那個 搞定那個社會經濟 那些東西 滅赤比較優先一些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它滅赤優先的話 相對來說 美國經濟要 短期內 如果有一個 換和它 我覺得會比較難 應該 跟海銀師學派說 跟左翼的人說 應該要扔多些錢 政府加大開支 1936年 美國政府在經濟大需求 再扔一大筆錢去刺激到經濟 好像中國金融海嘯 弄到4萬億的抗張財政政策 但是有人質疑 就說 現在 你扔多少錢都刺激不到 第二 就說 你沒有錢去刺激 那些文章 你又怎樣看 是不是真的這樣的情況 這就是現在的困境 因為歐洲正正面對問題 經濟復甦很差 可以看到經濟的情況 失業率高企 美國也是 美國 相對歐洲和小小 我稍後再說美國 歐洲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見到歐洲五國相繼出事 你看看意大利也好 西班牙也好 這些國家的問題是正正債務,債務的問題沒辦法解決 同一時間經濟是很糟的,變成一個困境就是 如果他們就算想像Bruce剛才提到想同用一些經濟刺激的措施 都沒辦法做到,因為他們的外債,譬如以希臘為例 債息可以去到十多厘,根本就是大家對債務利益解決完全缺乏信心 這就是歐洲現在問題的關鍵 我想補充阿昌說美國之前,最大問題是歐洲央行不能印人字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基本上的金融政策仍然是各自為政 雖然說貨幣一體化 這就是德國和法國聯合貨幣政策,一起開會之後 開始有一個初型就是所謂的財政聯盟 可能遲一點會有一些一起做很多的行動 可能稅收方面會先行一些整合 正正就是Hugo剛才提到的中央央行,歐洲央行 是沒辦法看完所有,亦都沒辦法協調所有歐盟國家的財政政策 正正就是這樣,譬如以德國為例,德國的經濟其實基調很好 但是整個歐盟來說,他必須要看著其他希臘,意大利,愛爾蘭這些不刪成的國家 正正就是這樣,所以導致歐洲的債務危機可以說是現在來說是非常難的解決 美國方面,Victor看到經濟其實很糟糕,你看到剛剛公佈的第二季的經濟增長 其實也是向下修訂了,也是低於市場預期的,低於1% 那個經濟基調也是不好的,不過有一個比較樂觀的情況 當然就是譬如共和黨他們拒絕,去調高稅率,增加稅收 這個正正就是導致美國經濟的收入,財政的收入沒有辦法可以見得以改善的關鍵 巴菲特也在早前已經不斷強調,其實可以加有錢人的稅 如果做到的話,其實美國的債務問題就不是想像中那麼大 這個就是最低限度他們的財務狀況是可以保持一個 可能是一個比較,對比歐洲國家來說,美國是上有得夠的,如果搞得定的話 但是現在就困境仍然都暫時看不到 就是之前歐羅區,他們就倡議說發行屬於歐羅的債券 但最後是不成事的,可不可以講一講為什麼最後不成事? 那個太長遠了,就算你看現在所謂德國法國他們有一個所謂的財政原民的基調 那個其實已經沒有任何細節出爐,是一個很漫長 可能明年先在稅收方面有約莫的一些大家有個共識 其實是很漫長的,如果發到歐羅債券,其實是一條很漫長的路 這個是現時,畢竟都說有些兒子比較厲害 不如德國這樣,他們是真的貫存了整個歐盟國家 但是其他很多國家是希臘 因為他們是抱著一起的 抱著一起,如果你綁住的話 那你自問,你又想你德國人,你會自問我 我們是刻劍,工作努力 那為什麼你們… 其實又回到當初柏林圍牆倒下 東德和西德重新合併的時候 西德方面要不斷地想如何救回東德那邊 是不是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個是有一個歷史的原因 特別是那個是一個同種族的 東西德的關係密切很多 本來就是一個國家來的 不過後來因為二戰之後 將它各為東西兩邊 我的意思就是說現在德國面對的情況 就好像當年西德面對的情況一樣 自己的經濟基調十分之好 但因為某一些原因又被另一個經濟基調 沒有那麼好的地區就在一起 有一點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東西德始終就… 好像有史亞昌華真同的工作 但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他們搞統一的時候 是純粹一個經濟差距的決定 就是我怎樣去補貼你 或者怎樣去扶持你 但歐美也好 我覺得是一個政治利益裡面的鬥爭 才造成今天這個困局 歐洲方面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要出歐洲債券 要歐洲貨幣統一 那誰去做主事 現在看來就是德法 兩個大國 但問題就是說 裡面那麼多的小國 裡面那麼多的國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我可能會喪失了自己的財政主權 在其他不同國家的央行 我有什麼事 我自己印銀子 或者推出一些貨幣政策 都可以搞得到 但是當整合了的時候 我要考慮的事情多了 又或者根本已經不是我主事 我主導不了自己的國家的經濟 那相信來講 他要陪上一個 有聽什麼事呢 他要附上一個政治風險 讓市民不投票 連任不了 但是問題是 他不可以透過一些措施 去挽救自己的國家的經濟 如果到財政的金融統一了的時候 所以他要附上這個風險 他有些領導人都是不想 就是你叫德國法國 其實他經常出來講合作 但是薩克什也好一點 但是你看到默克爾 他經常都是出來講完合作之後 到後來又封回自己的門口 又去想一些事情 去改善自己的本土經濟 就好像相對來說 他們沒有一個真是共識 美國方面都是大家看到共和黨 民主黨他們 他們大家在贊務的那個爭拗 曾經有人在金融時報的贊文 就覺得那個標普的鋼級 是奧巴馬的陰謀 即是他寧願標普鋼級 然後走出來就告訴別人 你看看兩黨之爭 共和黨要負上尋重的代價 那無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現在最大問題是 在政治上面他們全然談不攏 所以導致經濟和金融有這樣的損害 就是說歐洲大整合 第一德國 就是聽阿昌說 就未必肯照顧細 因為細太完美了 照顧不你 德國本身我都幾好 應該照顧你 即是我就努力工作你 就大吃冷 我為何要照顧你 第二 細又未必肯給你照顧 為何我不是女人 我不是女星 我不是那些什麼 Cookies 不是Lammo 就是Lammo 我需要給你包 我身過習慣希臘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不需要給你包 於是歐羅債券未必出得到 歐洲大整合也未必出得到 但阿昌就說到 德國的基調比較好 基調性在哪裏呢 原來欠人最多錢是法國 歐洲欠債總低了三成左右 意大利都一萬五億 差不多 或者類似四分之一 德國都排行三 德英法二四個國家加起來 負債是歐洲佔九成以上 德國的經濟是否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和基調好在哪裏呢 因為德國好像說負債率都有GDP的七至八成 即過了六成的安全線 德國其實為何會給人信心 會比其他國家大 我想你看回一些數據 例如德國的經濟增長 其實在泳泳那麼多的歐洲國家裏面 目前來說依然是最好的 這件事是無用爭辯的 他們那個出口 依然是領導著 譬如機械 很多這些科技 依然都是領導著世界 這一方面 在金融海嘯之後 我們都見不到德國的競爭力 是受到任何的損害 這些因素導致 譬如德國的債 發的債 其實你看回所有 基本上所有的國家 歐洲國家其實都有債務 但關鍵問題就是 那個債務對財政狀況的前景影響有多大 法國就是另一個例子 其實法國 可以說是歐盟國家裏面 和德國來講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領導 但他們的狀況亦都是差 看回失業數字 經濟增長等等的數字 導致大家都對法國的經濟前景 現在其實是說一個信心的問題 我們對美國為何在標譜下調 那個評級對世界這麼大影響 對大家的金融市場這麼大影響 美國的經濟基調 大家都見到是相當差的復甦 但那個評級下調正正 是一個當頭棒學 就讓大家知道 已經殺到馬尼 其實實情是一個喪鐘 告訴大家 美國的經濟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好 大家必須在這次下調評級之後 是確認了必須承認這個事實 剛才博士提到歐盟區面對兩個問題 大國他們未必是想照顧小國 然後小國未必是希望給大國照顧 但我想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的經濟狀況不一致 但你如果將貨幣捆綁在一起 就失去了那個貨幣政策的自主權 等於現在 阿倫說了 所以歐盟這個東西 其實一開始是不看好的聲音都十分之大 就是覺得這個歐盟區遲了都會解散 等於現在香港 香港的經濟部分和美國很明顯是不一致的 但我們的貨幣政策都因為聯繫匯率的關係 是跟美國是混合在一起的 就是歐盟區其實都是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好像去年還是前幾個月 你都有文章叫政府去想想 為何你不直接叫政府去脫歐呢 我初時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我現在 我當然不是金融方面專家 其實脫歐的好行性又大不大呢 第一 香港的財政基調十分之好 第二 如果是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其實脫歐是否真的會對香港港元的會價 會造成一個大的波動 即是被人追擊的意思是嗎 對 就算被人追擊也好 如果有中央政府支持 其實我們是否都會守抑倒呢 都會 那你目前覺得應不應該脫歐還是怎樣 我覺得脫歐不是完全沒有可行性 我覺得也有些保留到盡量是掛歐 掛歐也有些保留 對掛歐有保留 始終你現在香港的高通帳和聯繫匯率是分不開的關係 假如好像樓價一樣 假如不是聯繫匯率我們可以加息 是否加息很久 不會令到樓價像現在沒有自然的狂飄 其實我不知是甚麼事 1983年的時候 大家也知道 中一聯合聲明的時候 那時就說是中一聯合聲明 加上80年代初的股災 令到香港很波幅 於是就聯繫了 美元和掛歐 其實再早幾個月寫 我已經叫政府脫歐 甚至香港大崩壞那本書 也叫政府脫歐 對Hugo 其實香港港元 是否應該和政府脫歐 跟美元 因為剛剛昌少說喪中 不要問喪中為誰而敲 喪中為李愛而敲 我們香港會否跟著美國一起死 如果我們不脫歐 我覺得不會的 應該不會的 強大祖國奧盾 當然 不脫歐的好處是 不用想太多 不用想太多 即是陳德林 債文已經說過 其實我某程度上認同 即是有些人說是一籃子 但一籃子 其實最主要為何要掛歐 就是因為保持貨幣穩定 那你說通脹性 其實我想 另一個最大問題就是 就是很多的商品價格飆升 這個和美元也有關係 當然就是美元量化寬鬆了一輪 之後那些熱錢流入了商品 抬高的價格 令到港元因為和美元掛歐 另一方面商品價格飆升 令到通脹出現 但是相對來說 我想你不是經常量化寬鬆 你不是經常都引人辭 相對來說 我覺得現在其實是 很多的資源 甚至是你看大陸 其實很多人說 看大陸的經濟增長 或者看通脹 其實看豬肉的價格認知 豬肉就升得很厲害 但其實豬肉的升幅一定會高 比美國的量化寬鬆造成的後果 所以相對來說 脫鉤是否真的可以 醫治通脹呢 我又不是這樣看 所以另一方面 你脫鉤會不會 跟其他政策掛鉤 跟貨幣掛鉤 我覺得一男子 在計算上是很麻煩的 而且現在在這個時間裡 全球貨幣都不是很穩定 如果一男子掛鉤裡面 任何他掛鉤裡面的貨幣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又要再取捨 會不會篩走那些貨幣 跟他掛鉤呢 有些人說跟人民幣掛鉤 我覺得這絕對不是時候 因為始終一個 美國制化下的貨幣 你跟他掛鉤 其實一個獻缺流通的貨幣 你跟他掛鉤 根本就更加不會 不論到港元也不決流通 是 阿昌少 剛剛說到我們香港有祖國 強勁之前 有些人說政府貪大手掌 今次來一區行來 也帶了一些措施 經貿措施 特別多 有港元MTF 也有RQFII 確定了香港是第一個 人民幣結算中心 第一個是吃頭彩特別好 就算遲些新加坡 之前盛傳新加坡也會 後來再成為第二個中心 也未必夠香港爭 那些人就說 香港政府貪大手掌 曾蔭權就說不是 是會贏的方案 香港是可以幫到 中國去面向世界發展 中國人民幣 昌少李專家 你又怎樣看 香港這次的利克強大陸政策 我們貪大手掌 仍是互贏的方案 首先我回應 剛才提到聯繫會 我也絕對同意 現在的確是 最好脫勾的時間已經過了 最好的時間 就是在經濟比較穩定的時間 外圍的狀況 其實可以追溯到在金融海事前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人家說是2005年 那時人民幣和港幣 只是接近1比1的時候 現在討論脫勾 政治風險非常大 所以特別是來換屆 這個更加不可能 當然 Victor可以繼續研究這個課題 多些讚問 探討 對 這個很好 不如都可以參考一下 显庸前排社 聯繫會錄 上星期來 郭英文章都很大 至於李克勤 李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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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勤來到香港 當然除了被香港市面 都帶出了一些新的 感受到新的保安安排之外 亦都帶來一些新的政策 但其實裏面有多少對香港來說 是很有刺激 經濟方面或者市場方面很大刺激的事情 其實你見到股市 Hugo剛才提到 見到股市的反應是知道的 其實沒有了 不是說沒有 但那些事情 譬如你說港股ETF 在內地 還有你說RQ fee 就是可以回到 這些不是期待了很久的嗎 金融界香港 放寬內地人下來香港 投資港股這個渠道 你們金融界不是說 緊頸以待嗎 不是說 因為說得太久了 你現在是2007年開始說到現在 即是金融海嘯之前到現在 內地人下來買股票 其實很老實 如果是真的有研究港股 或者真的很有興趣 把錢帶來香港 本身也有的 本身已經是一個渠道 已經不吸引 現在你做的 譬如香港買港股ETF 講的ETF是講的交易所賣賣基金 這些賣賣基金是買的 香港最大的 即是藍籌股票 或者主要成分股 其實這些買ETF的行為 很多時候是一些散戶 或者是一些比較 對港股不認識的投資者 才會去考慮的方案 所以要害死人 那現在市大跌 現在市大跌 現在市大跌 現在可能都有一句好的市價 所以是戶爺未必是認香港 因為市大跌 它有來撈貨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 譬如香港的一些專業人士 可以回內地去發展的事業 這些其實是正正可以為內地 引入一些人才 也有這些專業去帶給內地市場 一些新的衝擊 其實你說 亦都另外這樣說 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的主要市場 或者是另外一個人民幣中心 其實這也是內地一直都賴以 希望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窗口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 香港絕對是承擔得起 內地種種對我們的優惠 所謂的優惠 其實對內地來說 這些其實也是有助的 亦都可以令到他們 有一些過多熱錢流出來 亦都可以貼助他們的貨幣國際化 其實我看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真的可以互惡 有些人經常說 香港做人民幣離岸中心 其實人民幣衝向國際 對中國實質有何好處呢 有些人經常說 香港要做人民幣離岸中心 中國要貨幣流通 要成為國際交易的貨幣 最重要是做國際交易貨幣 如果這樣做法的時候 對於整個中國的經貿 是很明顯有一個好處 好像幾十年前 美國透過布倫敦 造成一個世界貨幣的霸權 你現在就看到 我們不論買很多東西 就算布倫敦死了 這個協議已經死了 但是它在國際地位是多麼厲害 我想中國在金融上 它未必打算做一個霸權 但起碼會和一些世界貨幣抗衡 會是這樣的 主要是這個 你想想 例如美國是這樣的銀子 債券一樣有很多人買 這已經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但是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就會令到外商的人民幣需求 例如中國和南非做貿易 南非是否願意 直接收中國人民幣 因為中國會否向南非 例如南非企業有很多人民幣 中國會否用一些 可以抗通帳的債券 甚至黃金 甚至其他銀行的貨幣 中國政府會否這樣做 是否人民幣的政策 會令到全世界企業 對人民幣需求會大升 我想人民幣的交易 其實很多時和實質貿易需要有關係 這也是可以令到出口商 在貿易方面 減少貨幣外匯的風險 這是實質的幫助 你說至於 願不願意去擁有人民幣 其實他們擁有人民幣 願不願意的事情 就是正正拿著槍的事情 就是我和你做生意 如果我拿完我本國貨幣 但我預料和你做生意 我會付錢給你的時候 我預料一筆錢給你的時候 如果我拿了自己的貨幣 它會有機會跌 如果將來它跌了 我便會再給你多些錢 而且現在這個時刻 好像要轉化作美金 即使中國暖壁 也要用美元去做結算 但美幣有不斷貶值 其實對中國作為出口商來說 是一個不利的 意思是否真的 看著人民幣 未來都會不斷升值 所以外商願意持有人民幣的需求 事實是有這個可能 但不是一個最主要的 是吸引外商去這樣做的事情 始終說一句 最多的生意就是在中國 它一定會做生意 如果人民幣可以做得到 相對於他們貿易裏面的利率風險 他們可以稍微減低一些 正正就是美國現在的 就是因為他們的貨幣支持到他們的經濟 所以很多人願意去透過美金 做一個媒體 原來最主要就是講經濟 那中國經濟好像這麼好 那香港這次是否真的會發達呢 即人民幣會不會可以 真人權說可以養到一千萬人 我沒有計算過這件事 但是當然如果 即是說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過程 大家 我想最快 根據中國的說法 最快是2020 到現在至少有差不多10年的時間 至少十年玩的時候 在裏面真的需要多些人材 或多些人手 即至少會養一些人 那是不是也一千萬人 我不知道 但至少他會真有一個業務 讓你做到 而且有一段時期他會讓你做的 我知道香港金融業的前景是明朗 至少十年好景 至少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都是很稳固的 阿昌你也在香港金融业的前景 其实你看到近几年金融从业园收入 人数的增幅 可以这样说这件事的确是现在在香港很多行业里面最好的 这是事实 但会不会对整个社会来说 会不会导致产业有更加进一步的倾斜呢 这些都值得去探索 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之后 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会不会过桥抽板呢 会不会突然间的优势又会没有了呢 优势国际金融中心到现在为止 香港是否国际金融中心 就要看你如何定义它 我也是这样觉得 如果美国做例子 有几个城市都在做交投很活跃 而且有不同的强项中心 所以你说中国国土里面 多数个金融中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是说香港是否真的会优势减弱呢 我觉得因为法制的健全 而且我觉得就算不是国际化了 国内的法制都有很多的牵制 不能说改就改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正正香港的优势 其实香港继续有我们这些人才 有你这些人才 那就是叫曾托英不要再破坏我的法制 就是不要在街上鎖造成核心武汉区 那我明白了 好 大家记住看完不对说到对 就去买通式字典金融片 多谢朱浩迪先生和文章先生 多谢主持人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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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